就在前不久 一则好消息 从我国南海传来 但是这条消息 却让那些西方国家 高兴不起来 因为一向自大的他们 怎么也理解不了 为何中国人做的东西 都是不明则已 一出手 就能直接打破世界纪录 甚至世界能源格局 都可能因此改写 它的成功 为何如此引人注目 背后的科研团队 又经历了什么 就在今年的4月7号 我国自主设计的海牛2号 在南海海域成功运行 在超过2000米深的海底着陆 并且成功地钻探到231米深 一距超过了西方国家 100多米钻探深度的世界纪录 难怪他们会惊讶并感叹 中国人的创造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不敢想象 以后的中国会强大成什么样 这个由湖南科技大学 领先研发的海牛2号 是目前国内最重的 水下地质勘探科考设备 他从广州的港口出发 搭载在海洋地质2号科考船 经过几十个小时航行 最终到达了位于 我国南海的目标工作区域 然后开始了他的深海作业的调试 经过几天的调试后 最终成功地在2060米的海底 平稳降落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工作 就是长约15个小时的 保压取星钻探作业 它的高度有7.6米 腰尾有10米 整体重量约为12吨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大家伙 在海底可以像泥丘一样灵活 原因就是 海牛2号采用最新的相关技术与工艺 采用了新的材料和轻量化的设计 还安装了大量的先进传感器和检测系统 方便应对海底复杂的地理环境 还能有效提升钻探效率和取星质量 正是有了这些设计 才能超越所有的西方国家设备 一举成为世界第一 正是如此的设备 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作业任务 在此之前 全世界只有美国 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几个国家 有能力钻进几千米的海底 进行资源开采 并且它们的钻入深度 最多只有一百多米 而我国的设备一经出手 直接超出它们一倍多 其中的技术优势不言而喻 而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也是不为人知的 可能到这儿还有人会有疑问 你说了这么多 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往海底钻那么深干嘛 有黄金吗 其实也不全对 海底是有黄金 但是我们看中的 比黄金还珍贵的东西 那就是能源 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 预计2050年 全球人口将会从 现在的70多亿 增加到90多亿 这么多的人 将要消耗的资源 将会极为惊人 再加上 现在泰民的资源有限 找到新的能源替代 就成了重中之重 于是世界各国 不约而通的 把目光看向了大海 这个面积占据 目前全球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在250亿立方米左右 其中海洋储量占了一半 所以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国家 都想尽早掌握相关开采技术 从而在未来的能源领域 有一席之地 因此早在1996年的时候 包括中国在内的87个国家 联合签署了世界海洋公约 并在其中规定 东海海底的全部矿产资源 划分为全球共有财产 也就是说 公海区域内 谁有本事开就是谁的 这样的诱惑力 试问有哪个国家能挡得住 还不是一个个的拼命研究相关技术 都想着早点下海开采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国因为科技起步晚 鼻子薄 在技术方面 无法与欧美等国家相抗衡 在上世纪的90年代 我们也想过花钱去购买技术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那些本就贪婪自大的西方国家 怎么可能把这方面的技术 透露给我们 还嘲讽地表示 给我们100年 也不可能研究出来 直到现在 我们的海牛2号下水 并刷新世界纪录 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也不知道他们 听到这个消息时 适合表情 除了这些 我国还在大陆前海地区 发现了煤 铜 硫 零 等多种矿产 而且在一些海滨 沉积物中 还发现了很多贵重矿石 比如 可以用于火箭发射的 钛固体燃料 金红石 还有能抗高温 抗腐蚀的 高铁矿石 可以用于 核反应堆和核潜艇 还有很多特殊 且有极大用处的 贵重金属 小编在此 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就是 极为珍贵的战略资源 除了矿产资源 还有一种能源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那就是可燃冰 作为一种未来能源 它具有高能量 低杂质 和无染等优点 据估计 全世界的可燃冰储量 比现在天然气石油储量的 两倍还多 而我国的南海 就有将近700亿吨油当量 相当于我国 陆上油气总量的一半 这个数据 可是非常的惊人了 这些宝藏 就在我们身边 还有不少周边国家 规律着 除了需要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保护 还要有技术开采出来 而海牛二号的责任 就是如此 作为国家的重点研发项目 我们的科研人员 客服重重难关 最终设计出来了这个 作业水深 不低于2000米 钻毯深度 不低于200米 保压成功率 不低于60%的 全球最先进的 海牛二号 这样的先进设备 完全有能力 满足我国 对可燃兵资源的勘探 也是对我国 深海钻机技术领域的补充 不仅打破了世界记录 而且对我国将来 对可燃兵的开采 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我国南海海域的 可燃兵储量 十分丰富 足够我们国家 开采上千年 可以说 是我们的备用资源库 然而 小编不得不说的是 尽管作用如此资源 但是目前已有的技术设备 还无法对可燃兵 进行大规模保存使用 因为它是一种混合物 存在于高温低压的 海底环境下 如果开采出来 没有合适的储备 储存运输 就会变得极不稳定 甚至有爆炸的风险 所以我们的科研人员 还需要努力 争取早日突破创新 到时候 配合上我们的海牛系列探测器 我们将完全掌握 海底资源开采的话语权 然而任何一项技术的研发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其中少不了我们的科学家 卧薪尝胆的付出 首当其冲的 就是我们湖南科技大学的 万步岩教授 在1992年 他前往日本开展了 海洋技术合作研究 当时万教授的表现 十分优秀 甚至有日本同事跟他说 你很优秀 可惜你们国家的海洋技术研究 实力不行 这样的话 让万教授听了心里很不赦滋味 于是 他立志要为祖国的海洋技术研究 做出贡献 回国后 他就开始 率领科研团队 展开了对深海钻机的研发工作 一埋头 就是20年 他把青丝熬成了白发 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和创新 最终 在技术上 赶超了欧美 成功的造出了 属于我们自己的 也是最先进的 深海钻井机 海牛二号的研制成功 是万步岩教授 和他的团队 获得了125项国家级专利 和4项国际发明专利 这么多的专利 足以说明海牛二号的强大实力 也是对他们付出的肯定 而且 万教授曾在记者面前表示 他和他的团队 已经在为开采深海的可燃兵 研究新的技术了 在现有的成果支持下 他的科研技术团队 已经把目光放在了 马里亚纳海沟 这可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最深处 足足有11,034米 想要在这里完成 地质钻探工作 那需要的可不仅仅是技术 还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我们的中华儿女 从来都无惧困难 在此 小编相信 他们一定能成功 为我们中国的科研人员点赞 其实 解到这里 小编还想说的是 能取得如此成果 与祖国的高速发展 是离不开的 还有就是 中国海军的日益强大 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才能保证我们的资源 和成果安全 接下来 我们不仅要搞海洋资源勘探 还有壮大 我们的海军实力 随着我国的航母编队 慢慢成型 加上新的055大驱 和 075两栖攻击舰的服役 还有就是 052D改进型导弹驱逐舰的加入 我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 已经足以面对任何国家的威胁 南海利益 是我们应该也必须要守护的 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的祖国 繁荣昌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